日本妇人阶层的全职家庭主妇 你知道生活中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 心早4点30分 这位叫做韭菜何子的女士 早早就已经随闹林起床 她今年51岁 目前跟丈夫生活在东京木黑区 何子是一位典型的日本主妇 由于每天要做早餐的原因 所以她通常都是这个点起 醒来后 何子会先去刷牙洗漱 等完是从卫生间出来 喝一杯开水 帮助身体促进新陈代谢 就可以来到厨房 准备做早餐的食物 虽然何子的家庭条件很富裕 丈夫经营着一家年销售额上一日元的公司 但结婚这20多年以来 家里的所有大小事物 她通通都是亲力亲为 主要是因为日本家庭 没有雇佣保姆的习惯 另外日本女生 从小就被灌输以家庭为重的思想 所以婚后大多数会离开工作岗位 回家做全职家庭主妇 比如何子就是如此 再把面包放进烤箱后 何子会趁着这点时间 一边看电视一边呼呼 这是她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 随着面包烤好出炉 何子的丈夫也起床了 此时她去把早餐搞定 夫妻俩就可以一起吃早餐 尽管两人都是51岁的年纪 可相处的方式依旧很年轻 早晚两餐都会一起用餐 解决完早餐 何子还要去收拾厨房 以及把衣服给晾晒好 出于两人日常生活中十分在意形象 因此把早上的琐事处理完 夫妻俩会来到衣帽间 挑选衣服还有弄发型 早上7点 何子丈夫就要出门上班 在日本 只要是丈夫出门 妻子都会到门口送行 这是多年以来的传统 作为妇人家庭的全职主妇 加上女儿也结婚嫁到韩国 何子基本送别完丈夫后 也就没什么事情要做 她平时不是在家逗逗小狗 就是去美容院护肤 或者约上几个闺蜜 去商场购物喝下午茶 不过今天出于昨晚实在睡太晚 导致并没有什么精神 为此何子不打算出门 他只是看一回手机 就直接困得在沙发补觉 等时间来到中午一点 何子睡醒 会喝个茶当午餐 此时可以看到 跟普通日本人住的房子相比 何子家300平的一户建 简直是豪宅 还位于东京的繁华地段 价格自然也是贵的离谱 总价大概在4亿日元左右 妥妥算是日本富人阶层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何子丈夫是公司的老板 所以平时工作时间不会太长 并且只要事情不是太忙 他经常会提前下班回家 开车带何子去约会 期间和年轻人也差不多 一般都是购物看电影吃饭 唯一不同的就是 丈夫不会限制他花钱 只要有看上的就全买 不得不说 有钱人的生活还是非常潇洒 在商场采购完各种衣服 何子会和丈夫在外面 把晚餐解决掉 两人才会一起回家 对于当前的生活 何子直言十分充实 这就是日本家庭主妇的一天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 你对这种生活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